小米10系列發布已經有一段時間 在最近,有新的消息表示 在小米10系列後續還會有一款新品發布 據說性能強勁,擁有120W的超級快充 它可能是小米10 Pro Plus嗎?我們來看一下 本月初,獲得了3C認證的小米M2007 Gold1SC型號的5G手機 可能是該品牌即將推出的旗艦新品 其還發現它配備了120W的充電器 據推測,它將作為小米10系列新品亮相 將在8月份發布,並且根據洩露含玉章圖像可見 這個型號的小米設備出現在了安兔兔上 並且顯示捧分為68萬多 該手機的跑分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的智能手機跑分成績 為了說明這一點,之前兔兔上得分最高的是華碩LG手機3 它啟用了性能模式,最終得分為62萬多分 根據洩露員,以上的68萬多跑分 回該設備是否使用了驍龍865 Plus處理器 通常機種跑分無法區分這兩個芯片組 因為它們可能共享使用一個標識符 因此這讓我們很困惑 但按照跑分成績,該設備使用的應該是驍龍865 Plus芯片 以上這些,這是小米的拿台設備 從型號來看也就是傳聞中的米10 Pro Plus 在之前,雷軍有爆料了該公司的下一款旗艦新品的規格 這很可能是這款設備,並且它還證實了新品有立體聲揚聲器 高刷新率屏幕,屏下指紋10遍 某種形式的附加散熱,支持30倍變焦或者更高變焦 擁有4500W電池,線性馬達,超級快充和無線充電 而洩露者認為,小米10 Pro Plus手機可能會配備6.67英寸的1080P分辨率 M類屏幕,屏幕可能使用曲面屏 並且在左上角使用打孔截至鏡頭 屏幕將支持120Hz刷新率 而不是小米10和小米10 Pro配備的90Hz刷新率 還有報道稱,該型號同樣擁有一個10800像素主鏡頭 甚至它至少裝有3個後製上頭 除了主鏡頭之外,預計還將配備可以捕獲微距的超廣際鏡頭 和具有高光學變焦功能的潛望式鏡頭 關於快速充電,小米最早在2019年3月份 展現了其100W的快速充電技術 該充電能夠在短短17分鐘內 完全充滿4000mAh的電池 現在距離其發布已經過去一年 新的技術得到軌境 其120W的超級快充獲得了三線認證 洩露圖像還顯示 120W的快充電標時有20V 6A 這也是小米目前即將推出的最快充電功率設備 對於手機快充大多數用戶 擁有30W到50W之間的快充已經足夠 100W以上的充電功率 似乎更適合7萬到10萬mAh之間的電池 擁有100W的快充功率聽起來很棒 但目前4000或者5000mAh的電池 它並沒那麼理想 幾個月前,小米證實了其100W充電功率尚未上用 然而該公司解釋充電速度越快 則會降低充電電池容量 根據小米的說法 這種充電會降低電池容量的20% 因此,你要使手機能發揮出4000mAh的電量 你必須具有5000mAh的電池 反之繼續增加容量 在具有4000mAh的電池的情況下 如果使用這種類型的充電 電量將下降至3200mAh 當然,小米在發布這個快充之前 必須克服這個缺點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